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婷婷谈钱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讲一下RESP的第二部分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RESP的第一部分的视频 就是上周初的那个视频 那我建议你去看一下RESP Per One的视频 之后再来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我会主要讲以下的几个方面 包括如何取出RESP 取出时候的规则以及注意事项 如果子女没有上大学 那RESP会怎么办 以及RESP相关的税务问题 首先我们就来讲一下 如何取出RESP 取出时的规则以及注意事项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RESP里面是有三种不同类型的钱的 第一种就是你自己的contribution 就是你的原始投入部分 这个部分最多每个孩子一生之中 你的投入部分是不可以超过5万块加币的 那第二种就是政府的补助津贴部分 我们统称它为government grants 那里面的包括RESP的补助津贴部分 CESG 这个部分是最多是7200块加币每个孩子 第二部分呢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比较低的话 你可以拿到最多2000块的CLB的补助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有些省会有省里的补助基金 如何去拿满government grants 就是政府补助津贴的这个部分 我在上一期视频 Part 1的那一些视频里是有具体讲的 所以这里就不重复讲了 需要的朋友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上周初的RESP Part 1的那个视频 RESP账户里第三种类型的钱 就是income投资收益 那这个投资收益呢 包括我们自己的投入 加上政府补贴所赚的钱 RESP账户里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钱 它的取钱规则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和税务问题都是不同的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contribution的部分 就是你原始投资的这部分钱 那这部分钱的取钱规则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这部分钱是你自己的本金 也是你税后收入的部分投入的 所以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取出你的原始投资部分 取出这部分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取出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缴纳任何的个人所得税 就是tax free的 那你存这部分钱的原始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上学的费用 不过这部分钱并不是必须用于孩子上学的费用 比如说你的孩子并没有上大学 或者是如果你需要这部分钱用于其他的用途 只要你愿意取出的钱可以用于任何用途 并不是必须用于孩子上学的费用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 那原始投入的这部分钱 取出可以取到投入人的账户 比如说父母爷爷奶奶 谁开户就可以取到谁的账户 也可以取到孩子的账户 接下来 政府的补助基金以及income投资的收益部分 这两种钱的类型取出时 它的规则会相对复杂一些 政府的补助金币和投资收益的部分 只能在孩子高中毕业上高等教育 就是post secondary education的时候使用 那这个包括大学包括学院也包括计校 学校呢可以是加拿大本地的学校 也可以是海外的学校 上课类型呢也可以是part time兼职或者是full time全职学生都是可以的 当然政府对这些学校是有些要求的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符合要求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你孩子将要上的学校是否符合要求呢 你可以去政府的官网去查一下 你孩子所要上的这个学校是否在官网的学校列表里 我会把官网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那需要的朋友可以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去找到 这里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原始的投资部分是父母或是孩子都可以取出的 而政府补助金帖的部分和投资收益的部分 只能是作为学生的孩子取出 而且只能在孩子上高等教育的时候取出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取钱的规则 首先你是需要提销一个Proof of Enrollment 那这个就是你上学的证明 比如说可以提销你孩子的学费单 如果你的孩子是全职学生full time student 那第一个学期也就是第一个是三周 你的孩子最多可以在政府补助金帖和投资收益的部分 取出8000加币 这个政府补助金帖和投资收益的部分 统称为EAP Educational Assistance Payment 如果你的孩子是part time student 就是非全职上学的学生的话 你的孩子最多可以在政府补助金帖和投资收益部分 取出4000块加币 这个补助金帖和投资收益部分 只能取出8000或4000加币的这个限定呢 只影响第一个学期 第二个学期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如果你的孩子需要取出8000块以上的钱 或4000块以上的钱 你可以取出你原始投资部分 就是你contribution部分的任何的金额 这里你需要知道的是 RESP取款不仅仅是可以用作学费 还可以用作书费 生活费 甚至交通费等等 唯一的限制就是取款的时候 你的孩子必须是在校学生 读的是高等院校 讲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跳出来说 那为什么我孩子上学的时候 第一学期全职学生只可以取5000加币 而兼职学生呢只可以取2500加币 那是因为新的规则是从2023年开始的 在2023年的时候 这个金额才涨为8000和4000加币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给到大家 就是取款的时候一定要先取government grant 就是政府补助金贴和income投资收益的部分 因为这两部分钱是只能在孩子上学的时候才能取出 而你自己原始投入的部分contribution的部分 你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取出的 可以用作任何的用途 而且取出时是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接下来我们来想一下如果孩子没有上大学的情况下 RESP账户里的钱怎么办 第一点呢是如果你有其他的孩子 你可以把这个孩子RESP账户里的钱 转给其他的孩子的RESP账户 那其他的孩子的年龄是必须在21岁以下 必须是决定不上大学那个孩子的兄弟姐妹 是不可以转给表兄弟姐妹或是朋友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是 每个孩子一生之中能拿到的政府的补助金贴部分是有上限的 也就是RESP补助金贴的部分是7200加币 低收入的家庭会有一个额外的最多2000块的CLB的补贴 所以如果你的另外一个孩子已经拿满了政府补助金贴的部分 那这个不上学孩子的补助金贴部分就要还给政府了 是没有办法转给他的兄弟姐妹的 但是还是可以把投资收益的那部分转给另外一个孩子 而且你原始投资的部分你可以转给另外一个孩子 也可以取出来因为取出来是不需要缴税的 无论你孩子的RESP开的是个人计划 Individual plan还是家庭计划 Family plan都是可以转给其他的兄弟姐妹的 第二点如果你的孩子有RDSP账户 就是Register Disability Savings Plan 你是可以把孩子RESP账户里的钱转给他的RDSP账户的 这里我有把相关的规则贴上来给大家 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里我就不宜像一像给大家念了 第三点如果你的RDSP还有额度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孩子RESP里的钱转给你的RDSP 如果你当年是没有RDSP的额度的话 你可以转几年的RDSP额度 之后再把RESP里的钱转给你的RDSP 这部分由RESP转入RDSP的钱是不能够抵扣你的收入的 因为RESP取出的时候是算作收入需要缴税的 而转入RDSP的这部分RESP的钱就等于没有缴税 所以等于已经抵扣过收入了 如果你想转入RDSP的话 还需要满足以下的几个条件 第一点你的孩子的RESP账户 需要至少开户了10年以上 第二点需要你所有的孩子都在21岁或者是21岁以上 并且没有孩子还在上学 第三点就是你的RDSP是需要有额度的 因为如果没有额度的话 你转入的话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好处 还会造成政府对你的罚金 那第四点你需要知道的是 你最多只可以转入5万加币到你的RDSP账户 假设你自己是投资高手 你的收益超过了5万加币 那最多你也只能转5万加币到你的RDSP账户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自己的RDSP是没有额度的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你的配偶加入Subscriber 然后可以把RESP里的钱转给你的配偶的RDSP 如果上面的所有情况都不适合你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需要把钱从RESP的账户里取出 那RESP的补助金贴因为是政府给学生的补助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不上学的话 那这部分的钱是需要返还给政府的 而你原始投资的部分 就是你的contribution的部分 减去已经交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用金的部分 你是可以取出来并不需要缴税的 而投资收益的部分因为是延税的 这些年从来都没有缴过税 所以取出来的时候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外加20%的罚金 如果你不想付1.5%到2%的用金给银行 或是其他金融机构 去帮你购买共同基金 Mutual Fund的话 建议你可以在线上券商去开一个RESP账户 这样你就可以自己操作 去购买没有用金的指数基金 比如说标普500 S&P500的指数基金 这里推荐Questrade这家线上券商给大家 Questrade是我目前知道的 唯一一家提供RESP账户的券商 而且Questrade购买任何的指数基金都是免佣金的 那我有把Questrade的开户连接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那里去找到 用我的推荐连接开户的话 你还可以拿到一个50块加币的开户奖励 当你在Questrade开完RESP账户之后 Questrade会按照你每年的共款金额帮你申请RESP的补助津贴 几周之后Questrade就会把补助今天的这部分钱发到你孩子的RESP账户里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笔钱来继续投资 好呢今天的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会把RESP第一部分视频part1的视频连接放到置顶留言 以及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如果你还没有看part1的视频的话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